讲进时政府公务员是如何产生的,每年的公务员考试,都能引起社会上的广泛讨论,在金饭碗观念不那么重的现代,依然有很大一批人削尖了脑袋想进入公务员系统。 低陆曲率的公务员考试每年都会引发考生吐槽,但你知道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有多难吗?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,宣告2000多年封建地制结束,于是民国政府于1931年7月在南京举行了首次ETCO高等考试ETCO,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政府行政部门之中。 档案显示,虽然最终只录取100人,仍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约2000人报名,其中,以江苏、湖南两地的考生最多,考试那几天,南京大小旅馆顿时爆满,有的考生只能投心靠友,或建筑在老百姓家。 民国时期第一次公务员考试从7月15日考到7月21日,长达一个星期,此后大体研习这个模式。 公务员的选定方式,最牛气的特任,能得到特任的,都是有权有势的军阀和政客。 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,军政部部长冯玉祥等,宣任,各部院长、副院长,要经过国民大会选举产生,如行政院院长宋子恩,财政部部长孔祥希等,兼任,由国民政府直接任命,实际上最高层管不了这么多,基本由各机关长官转型任命,兼任,需要走正式推荐流程。 省部级长官提,明澄清国民政府任命,委任,那些辛辛苦苦靠考试爬上来的草根阶层,对于真正肚子里有墨水的人,亦或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来说,即便是没能考上公务员,也能在其他领域绽放光彩。